新时代未若来 王一博用实际行动彰显青年担当 堪称国家栋梁 在7月的第一天 阳光灿烂 万物生长 王一博这个名字像夏日的炙热阳光一样 温暖了整个社交媒体 7月1日 央视新闻发布了关于王一博的追风者节目 充分肯定了他在剧中饰演的未若来 众所周知 这一天是香港回归27周年 而王一博的追风者在这一时刻播出 正好映衬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展示了他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 与此同时 王一博用行动诠释了行圣于岩的理念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奉献给国家的人的责任感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明星 备受欢迎的全民偶像 更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冒险者 这次 他与Discovery频道合作 带着纪录片的镜头 从海南的蓝天碧海 到桂林的美丽山水 再到甘肃的辽阔沙漠和清海的高原湖泊 他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山川河流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之航合一的深刻内涵 作为新时代的魏若来 王一博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 而是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旅途 据悉 他将前往自然保护区 与高山草原 湖泊丘陵和沙漠雪山未办 他们将用镜头记录这些自然奇观 用心灵感受这片土地的脉动 以行动传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从桂林出发到兰州 王一博线身后的晒黑皮肤 立即成为热议话题 这样的王一博与以往不同 显示出他能吃苦耐劳的一面 他本可以选择更为轻松的生活方式 但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 他与世界顶级探险团队合作 制作全球播出的纪录片 宣传祖国的美丽山河 这不仅是一份责任 更是一份荣誉 各地的文旅部门为他的到来感到自豪 从江西到桂林 各地的文旅部门都乐开了花 王一博的到来 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的美丽和魅力 王一博的这次纪录片之旅 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他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壮丽山河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行胜于盐 什么是价值的体现 王一博晒黑的肤色正是最好的证明 昔日他是光鲜亮丽的爱豆 拥有冷白的皮肤和光滑的双手 如今 经过纪录片的拍摄 他的皮肤变得有黑 手上布满了伤痕和粗糙的质感 与以往形成了鲜明对比 毫无偶像包袱 更加接地气 王一博说自己能吃苦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从不敷衍 言出必行 这就是新时代的魏若来 剧情与现实交融 各大文旅部门争相宣传 王一博这个形象担当名副其实 用行动去追寻梦想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的广阔 因为只有行动 才能胜于言语 只有前行 才能到达心中的远方 7月的开始 王一博带来了无限的惊喜 继续前行 繁花似锦 如何不让人赞美 情绪价值满满 赞美之词无穷无尽 王一博不仅是荧幕上的明星 更是生活中的行者 他没有因为名气而选择 舒适的生活方式 而是勇敢地走进大自然 与高山草原 湖泊丘陵 沙漠雪山未办 他在拍摄纪录片时 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新时代偶像 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 王一博的皮肤晒黑了 手上布满了伤痕 这些都是他心情付出的见证 他不再是那个光鲜亮丽的爱豆 而是一个真正接地气 敢于面对挑战的行者 王一博 不愧是上交给国家的男人 他的每一步 都在用行动书写着新时代的篇章 他用自己的方式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未若来形象 无论未来如何 我们都相信 王一博将继续以实际行动 见行航圣于岩的理念 继续为我们展示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 有爱国情怀的新时代偶像 从争议中崛起 迪丽热巴如何以白色战袍优雅 回应五胸事件 在娱乐圈中 迪丽热巴的前老板杨幂曾坦言 热巴的成功 全凭他个人的天赋和毫不懈怠的努力 这番评价如同给热巴的事业披上一层金光 使他成为众多电视剧中的耀眼明星 然而 尽管他星途璀 却因去年一次活动中的一个细微举动 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那次活动中 热巴身着华丽服装 不经意的五胸动作意外成为热议话题 虽然这并非首次 但却以非同寻常的热度引发广泛讨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短短一年时间里 热巴不仅两次灯上热搜榜 还以崭新的姿态 优雅地回应了曾经的争议 最近 热巴主演的新剧 萧起轻壤发布了剧照 与男主角陈兴旭的默契演义 瞬间引爆关注 粉丝们的热情如潮水般涌来 将剧照推向高潮 这不仅是热巴人气的直接体现 更是他实力与地位的默契宣言 无需众星捧月 一人足以异役生辉 在新剧中 热巴仿佛时光倒流回到 克拉恋人的青涩岁月 他那惊艳的形象 让网友们回味他每一次的蜕变 与那些一炮而红的幸运而不同 热巴的演绎之路是一段 从默默无闻到光芒四射的艰辛旅程 2015年克拉恋人 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 以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的心 在杨幂的公司 热巴的起步并不显眼 甚至多次只是扮演配角 直到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成功 成为他与杨幂共同奋斗的里程碑 杨幂的独到眼光不仅帮助公司赢得了关键一战 也让热巴正式步入一线 成为家行传媒中不可或缺的耀眼明星 从曾被受争议的五胸举动 到如今以白色战袍世人的从容与自信 迪力热巴的每一个转变都是对自我挑战的勇敢回应 他的故事鼓舞着每一个勇于改变 追求卓越的人 在变迁中成长 在争议中绽放 迪力热巴正在用实际行动书写自己的传奇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 二十五 然后再继续